既供活佛词讯,深度与广度 看中自己也是在无形中的一种助力 所以徒儿们还能放弃自己吗? 还能再怀疑自己的能力吗? 要记得你们今天回答卫师的这句话 不能好不好 徒儿要知道,人生没有层层的困难 就无法展现其深度,没有各种打击 便无法展现其广度 由此可知,困难是意志的识经时 处困难中,才能使人产生智慧 而一个饱受困难打击 且能够耐得住风霜的人 才能够展现出他的耐力与火候 而最好的修行典范,是谁啊? 最好的修行典范,就是耳门的前人 那徒儿,摸摸自己的良心 想想这些年来,在修办过程中 为什么徒儿们责任担不起 愿不能了 心性没有提升 为什么总是 找了一大堆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 要知道,在真理的眼前 没有理由这两个字 在圣佛的眼前 没有困难这两个字 为什么徒儿有理由,有困难 第一看不透是奸情的千禅 第二悟不透生死大事 第三不知道修行到底是为了什么 徒儿修道所讲求的是什么呢? 讲求的是根本,讲求的是德行 徒儿的根若扎得不稳 扎得不深,讨厌就越多 这样如何让千万人安稳的纸上 都自身难保了 徒儿 内在的反省 是外在行功的基础 徒儿还要本末道治多久 君子物本,本利而后道生 本故之荣 之所先后,则尽道矣 徒儿 难道希望自己 修个糊涂道吗? 不希望 那咱们就得从根本除下手 好不好 咱们要像这佛灯一样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徒儿若再朦胧下去 末节一并收 被谁给收去啊? 贝尔门的业力 债主给讨去 所以到真约涅急 还不快马家鞭 糊里糊涂 到时候才来求为师 你无功无德 还要靠为师多久啊 靠山山岛 靠人人跑 靠自己最好 懂了吗? 为师看许多徒儿 在佛堂是一个样 出去又是一个样 在家里又是另一个样 徒儿啊 你们到底有几张的假面具 你们把你们自个儿的真面目 藏到哪里去了呢? 修办道是要言行和一内外一致 这样就算不说话 也有庄严啊 是不是 徒儿想要精进 不想要堕落 就要有一种想提升的心 徒儿有没有想要提升 人生苦海 吃的苦已经很多了 如果这时还想要退缩 那么之前所吃的苦 岂不白费了吗? 修到最怕的是 白来人世间走一趟 用 词 表 词